早安 來到迪士尼 Cruise 第二天 今天我們會去昨天的 Royal Palace 吃個美麗早餐 吃 Mickey Waffle 然後船就要靠岸去到荷蘭的 Rotterdam 錄特丹 希望可以看到女族的決賽、World Cup 決賽 以及周圍西斯營 繼續探索這艘船 晚上會去一間新餐廳的 Animators Palette 吃晚餐 現在就出發了 在Deck 4 這裡有一條門跑徑 英國人都喜歡跑步 所以很多人跑步 早上幾點? 8 點 8 點 還有這裡有 Shuffle Board 的板 如果之後的東西沒東西做 可以試試玩這個 這裡跑一個圈要640米 它剛才有2.5個Lap 就是一個Bio 除回就是640米一個圈 剛剛才發現 其實昨天太多人看不到 但是現在坐在梳化的位置 後面有一些 童話故事的主角的照片 那些畫 畫在碟上 很漂亮 而且那邊也有一些 很大的那些 Muro 即是那些 都是畫 裝飾 都是那些 都是那些 頭話故事角色 而且它一直播著 那些DISSE音樂 一直浸淫在這個 美好的空間裡面 它連杯子旁邊 都有一些 嘩 這個Focus 都有一些 南瓜車 有些玫瑰 有些皇冠的裝飾 真的很細緻 而且我喜歡這個牌 有 這個是Cinderella 還有黃紙 我們今天坐 今天早上坐在132號台 希望有一次可以坐到窗邊的那些桌子 給大家兩個貼士 第一樣就是 來到DISSEE Cruze 它是不限定你叫什麼 你可以叫Kid's Menu 因為這個Makie Waffle 很噁心 是Kid's Menu 到來的 嘗嘗有沒有味道 自己煮的 好吃一點 看不看 外皮是脆的 挺好吃 另一個Tips就是 如果大家不想去吃自助餐 就是昨天吃的Cabanas 記得查一下APP 因為它每天或每一餐 會開放一至兩間 主持人家 今天開放這間就是Royal Palace 它就會把所有人聚集到這裡 去吃早餐或午餐 就會有人服用你 而且吃的又不用自己拿 食物質素要稍微好一點 所以如果大家實驗到自助餐 就可以直接過來這裡吃 不過我們也要找一次 試試自助早餐 看看質素如何 其實可能都是同一個Kid's餐 出來的 但有個地方 試試正地坐在這裡吃 或者有人拿一些東西給你 就好吃 舒服一點 然後再去那邊吃 可以 你可以點10個Micky Waffle 今天是旅足World Cup的決賽 英國對西班牙 這艘船是英國出發的 所以我們發現它在主持人家 有直播 平時後面是播放那些電影 迪士尼電影 所以很多人暫時都不下去 其實已經邁到Rotterdam的地方 但就不下去了 看完場地再下去 現在暫時比數是西班牙1比0 西班牙剛剛進入了一球球 在Pudek那裡 也有快餐的選擇 它叫Flows Cafe 是用閃電王麥坤做filming 都是基本的 賀寶包、薯條 還有拿了一些薄餅 也有一些熱狗的選擇 還有一些Vegan的選擇 有些Impossible Burger 我們有五餐在這裡解決 剛剛趕了人們上一個Pool 不知道會做什麼事 現在已經出了一個Pool 可以拍一個Micky's Pool給大家看看 有一個Hidden Mickey 都不Hidden的了 就是這個了 通常這個Pool 還有這個就是 Donald's Pool 這個Donald's Pool 這個Micky Pool 都是爆了小朋友的 都很軟 大人口似 就是不受歡迎的 在這兩個Pool 在這兩個Pool 另外的Burga 可以選擇普通Burga 或者Cheese Burger 然後 它旁邊有一個 架子 讓你自己調配 比如要加蔬菜 蕃茄 或者是要加Bbq sauce 醬 這樣就自己 組成一個Burga 我覺得也不錯 可以自己選擇 喜歡吃什麼料 還有它旁邊的Fries 又是Chips Fries French Fries 都是自己可以跟它拿 就多一點就自己決定 隨便拿 另一個Dissle Cruise Cruise必吃的 就是這個 Ice Cream 用了單眼仔 做Logo的Ice Cream Gettle就Gettle 這裡就是自己擠的 它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還有可以兩種味道混合的 譬如你去雲呢拿 巧克力可以混合 然後有香蕉 巧克力也可以混合 然後有草莓 然後有草莓 然後也可以混合 現在我們去玩一次 要坐在Rotterdam 現在下了船 在Rotterdam 這隻船就在我們的後方 好可惜剛才英格蘭也輸了0比1比西班牙 黃金機會就是差一點點 但現在也是非常漂亮的夏天 然後下來繞個圈 其實之前都來過的 現在在這條橋叫Iramusburg 就是基本上Rotterdam最有名的一條橋 亦是接駁著兩岸主要的交通樓樓 包括人和車 我發現這裡超多人踩單車 和北歐的地方都是超級盛行踩單車 它的船就拍正在禁市中心的位置 非常之好 剛才一下來就已經來到這裡 我現在再走前一點就會去到市中心的特別景點 其實我七年前都來過這座橋 剛剛在這裡 那時候就是沒有冒雨 然後冷冰冰 所以真的好天和陰天和同一個城市 感覺都差超級遠 最好笑的是七年前 我們在後面這個酒店裡偷個Wi-Fi來用 以及偷個廁所來用 然後剛剛又馬上到 然後CAMMAN說記得 那時候我們走這條橋的時候 因為有船經過所以它拱起了 因為過不了 所以就進來這間酒店裡 借了Wi-Fi和廁所來用 而且那時候冷冰冰 又走得很累 所以就躲進去坐 嗨 去到Rotterdam 基本上介紹的兩個景點 都是這一個 其中一個 那個叫Mark Hall 即是Market Hall 即是一個市集 裡面就很多東西吃 必要試的是那個Hering 就是飛魚 應該 我剛才試完了 其實都挺好吃 而且它都是三歐羅 所以都挺推薦大家吃 我以前聽過的評論 是聲音 或者是有種味 或者很厲害的魚味 我覺得很美味 好像魚生一樣 其實基本上 又滑 像洋蔥一樣 如果大家不抗拒魚生 我覺得都值得試一下 這次想用一個特別的方式 去介紹Rotterdam這個地方 我就朗讀一段 Track GPT 介紹Rotterdam的文章 就是河蘭一個充滿活力的港口城市 以其現代化的建築 多元化的文化場景 和繁忙的海事活動而聞名 它是歐洲最大的海港 擁有令人善盡深奧的天際線 其中包括伊拉斯莫斯大橋 和立方提屋等創新的建築 另外值得一提就是 今次應該是DC Cruise 第一次用Rotterdam做一個廣 以前是會去Amsterdam 今次是第一次進入Rotterdam 所以今次由六七點開始 已經很多兩旁 很近隔離那兩邊的岸邊 很多住在這裡的人 或者附近做運動的人 已經停在這裡拍攝和揮手 其實都挺特別的經驗 還有剛剛 我也有一點點 還有剛剛 賣案的時候 很多人在那個廣場旁邊拍照 有很多人在那個 伊拉莫斯大橋 那裡拍照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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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坐在那個 哈佛旁邊 享受一個 泡泡 休息一下 今天天氣最適合 都是坐在這些 海邊、湖邊、河邊、水邊 喝啤酒 最放鬆的 還有其實 剛才我們三點下船 兩點多 三點下船 現在坐了這麼久 慢慢走走走走 現在還是六點 當然我們沒有什麼景點要去 都是在市中心繞一圈 但是以一個 就是Rotterdam 這個地方 其實半天遊 如果大家真的來 其實半天 大半天 已經可以走到整個市中心 它也有其他的活動 譬如 有一個是直接 載你去到Amsterdam 有一個是 有些 River Cruise 搭船去Amsterdam 也有一個 去Rotterdam 最有名的 叫... 我都不想說 不出那個名 最多是看風車 那個Kinderridge 類似的 我們全部都沒有災 當然你也可以 自己運貨物去 或者參加 他自己 他安排的 那些 Excursion 跟團 叫做跟團 去玩 我們就第一天 tick it slow 慢慢走走走 這個城市 那就算了 Cheers 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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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回到船上了 站在船後發現原來是這麼放大 每一隻船的船頭都有一個名牌的娃娃 Disney Wish 有一個Rapunzel 長髮公主 那個很漂亮的 我可以放一張圖給大家看 我們這隻Discidream 後面有一個Captain Mickey 就是這樣 現在回去了 吃晚飯 又有偷的野生 大家猜猜是甚麼 Panguin Panguin 牠是肯定的 牙齒 牠是Panguin 但我不知道這兩個是什麼 牠的腳 牠的腳 嗨 當然有朱古力 嗨 Pangu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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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晚的晚餐就來了這間Animator's Palette 布置的特色就是 因為有些動畫是由Sketch開始慢慢畫出來的 所以它就是展示過程 還有很多裝飾都是角色的Sketch 讓你知它如何由一個畫畫出來的Draft 變成實體的動畫 還有它的布置也有一些很大型的畫筆 圓筆 來做一個 拍攝 還有它有一些大型的畫面 譬如現在我們在Memo的水仔世界 在這裡那麼大型的感覺 就會有一些交易的動畫 例如剛剛有一個魚 猜一下一些魚仔 做一些什麼玩家 然後小朋友又可以玩玩玩玩遊戲 比較有很不同的感覺 兩個也挺不同,因為這裡比較有趣 唯一一個不好處就是我們坐在白人桌上 然後我們坐在最旁邊 然後我們旁邊的落個位置也有人在坐 所以很尷尬,又不知道要怎樣跟他們聊天 他們又嘗試去找一些話題聊天 但我們就不知道,專心拍拖 好,來 真正的 和哪你從? 在 PHILADELPHIA 從 PHILADELPHIA, Totally來自帝 現在,那你真的從北部來到了英國嗎? 我們已經從北部來到了英國 為何我們來的 所以你說與吵人家坐在英國 吵人家坐在一起 我吵人家說跟上站參與你 我吵人家坐在這裡,但你見過他 Dude, The Crush Man is totally bringing friends right back together,Dude! I'm going to get to know a few more, I'll catch you later,Dude! Rock on! 最後讓大家看看我們那晚吃了的晚餐 食物質素都是中等至中上,不過不失 有叫牛扒和叫了一個Tuna Steak 吞拿魚扒 另外值得一提就是那晚我們點了三個甜品 有一個巧克力蛋糕,有一個檸檬蛋糕,還有一個檸檬蛋糕 另外還點了一個Bread Pudding 甜品就相當好吃 最後值得一提就是這把牛油刀,是不是很有特色呢? 因為它實在太受歡迎了,所以在Gift Shop是可以買到這把牛油刀的 明天我們就會離開Rogerham,然後一直向北 全天都在海裡 下一集我們就會探索多些船上不同的設施 如果想繼續留意我們今次Disney Dream的旅程 記得要訂閱和開啟的鈴鐺 我們下星期一條影片再見